厕所不再只是厕所 也是校园新亮点 台中屠城国小 为了让师生有更好入厕环境 争取640万经费 将南洞1到4楼厕所重新翻修 打造成为SDGS议题的景观厕所 还包含了生态保育以及能源等事项 让教育无所不在 海龟 海星 还有鲸鱼 满满的海洋生物映入眼帘 以为来到海生馆吗 这里其实是屠城国小SDGS的景观厕所 原先的厕所阴暗老旧不堪 使用超过20年 为了让师生有更好的如厕环境 校方就争取到中央和地方 一共640万元的经费 重新翻修大改造 刚好学校这两年都在退SDGS 那也美老老师我们就讨论 你们什么主题比较好发挥 那每一个老师 四个老师每一个就选自己的主题 然后希望借由这个也让这个厕所 变成一个教育的场所 然后也指导 我们也做成教学影片 告诉小朋友怎么样扫地 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厕所 让小朋友不再害怕上厕所 不喜欢上厕所 能够变成喜欢他 所以下课的时候这变成真的很多小朋友参观的地方 南东大楼西侧一到四楼的厕所 各楼层都结合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S 包含保育陆域生态 以及可负担的捷径能源等议题 将同去的图案涵盖黑熊和石虎 以及锋利发电还有太阳能等意象 融入到如厕的环境中 让学生都直呼相当的有意义 觉得特别漂亮 然后还有很多海洋生态 然后我觉得特别棒也很美 设计上很符合我们那种实用的感觉 然后就环境很明亮 就上起来比较安全 透过潜移木画的方式 让孩子们对生态教育 以及自然能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让教育无所不在 感谢观看